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温暖的居酒屋 温馨的场所 美味的料理 是许多人下班休闲 三五好友聊天聚会的好去处 你不早讲了 它很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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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太用 芝麻或辣椒 它混合甜味和酸味 所以好吃 食物它非常新鲜 非常好吃 像我刚刚吃那个鱼它很嫩 然后它的串烧 是我在外面还没有吃过的 因为它非常的好吃 在生活步调快速的台北街头 有着一遇排解心情 自在休息的场所 是赖桑与居酒屋结缘的起点 曾经经历试炼的低潮 一个人来到了居酒屋用餐 渐渐地感受到居酒屋的温暖 和料理的力量 因而踏入了这个行业 来这边吃饭就是要健康 然后舒服 我都会觉得说 我一定吃了很多次 甚至上百次 自己觉得很棒很好吃 然后才会去跟人家讲说 我们来 就是会迫不及待想要分享 说我今天要好好吃 我给你想出来 藏式科技新贵 走遍世界的赖嗓 秉持着用料理温暖人心的精神 努力走访各处取经 练就一身拿手私房好菜 充满心意与心意 做传扫点 对鸡肉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信心 我自己比较自好 就是我还是那个酱 我蛮自好我们自己的明太子的酱 或者是青葱酱 或者是所谓的这些烤肉 照烧酱的部分 各式口味的鸡肉串 内藏惊喜的剥皮辣鸡翅 咬下去酥酥脆脆的咔嚓一叶干 样样皆是掏客的必点清单 再配上清酒小酌 让顾客直呼好吃哦 这边给我蛮温馨的感觉 而且真的就是很适合 就是几个三五个 三五朋友来跟聚会的感觉 此外因为对健康的重视 赖嗓还研发了鸡精的制作 运用土生土长的鸡汁 让顾客喝到最新鲜的鸡精 简单 然后就是好 就是你整只鸡 然后我们也不用加任何调味料 就拿来这边自己练 就是练八个小时 有人开开玩笑说 赖嗓的鸡叫油鸡鸡 那我自己的鸡就养了 一定会超过六个月以上 然后自己的鸡一定要在地上跑 可能接触到地气或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鸡就是 比较OK一点 我觉得味道很香 然后喝起来很甘甜 赖嗓家的地鸡精就是其实 因为它都是纯天然下去制作的 然后自己喝完觉得 其实真的味道是喝得出那种天然的感觉 那也会比较放心给小孩子喝这样子 对赖嗓来说 分享是制作料理中最开心的事情 再多的辛苦和奔波一切都值得 因此也会定期让员工自己点菜享用 扮演客人的角色 因为我本身是负责点菜的 那赖嗓希望我们能够在烘焙的时候 然后让我们员工先自己吃 能够去知道说这个口感是什么 所以赖嗓希望说我们在做任何的食材的时候 自己能够去感受到每一样食物的温度 跟每一样食材的口感 我常跟我们团队讲说 这是一个有爱的小窝窝 因为我觉得可以经营餐厅是自己的福气 可以跟很多人分享美食 可以跟很多人聊自己的生命的故事 那你说我喜欢居酒物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想一想 其实我喜欢居酒物 可能就是这一种 有一种感情的交流吧 有一种温度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客人都是 从陌生然后不小心走进来 然后变成好朋友 那我会觉得说有一个地方 大家聚在吃饭就很好的样子 全心全意投入 精益求精的求新求变 享受美食 享受分享温暖的喜悦 这是居酒屋达人赖嗓